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今天刚刚出的事情 习近平共同赋予出发 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沙夫济贫这是肯定的 公私合营这也是肯定的了 这应该就是 应该讲这是完全否定邓小平模式的 一个关键的步骤 在这篇报道当中 他大篇幅引用了 引用了他的报告说法 我一会跟大家就简单去讲了 但是在他的 在这个会议当中的文件的披露当中 没有汪洋存在 没有汪洋存在 共同赋予市场竞争 反垄断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 第21次会议 关于强调强化反垄断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实施的意见 所以 那这个故事呢 就变得比较有趣 变得比较有趣在于 第一 他是肯定是杀富济贫 公私合营的再一次的表达 那这里就包括赵薇他们 就是所有我们看到的名人 在企供启事业任何的名人 都将被斩上 这是他发出的一个呼声 那这个 这就是对应的了 第二个就是汪洋的没有出现 汪洋的没有出现 跟之前传出说 多维新闻网 昨天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去挑战了 这个挑战了这个 习近平的终身制 所以多维呢 是习近平本身的 一直是他控制的 但是当他去挑战的时候 去赞扬汪洋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 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立 所以很难说 那是真的 或者是防雨 这个钓鱼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这需要时间的 但是这个东西的出来 是为他称为习近平主席 也就是或者说 为六中全会做铺垫 将要六中全会 应该是有六中全会了 六中全会将召开 作为铺垫来积淀 来冲击明天 明年 才在22年 19大应该18大召开完了 我都忘了 19大是20大 来20大应该是 来作为恢复党的主席 给我的体会 这是比较深刻的 因为只有党的主席 新的名称 才会延续总书记的一个 一个超越总书记 和延续他的统治 对党内统治 他不会垂帘听政 我以为他不会垂帘听政 因为他的个人作风 是奠定在那 但是比较突出的就是 汪洋没有出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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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